话说周晋在省城要看贡院 金有余见得真切 值得用几个小钱捅他去看 不想猜到天字号 就撞死在地下 众人多慌啊 直到一时中了恶 行主人道 想是这贡院离久没有人到 因其中了 故此周克人中了恶 金有余道 贤东 我扶着他 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 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 行主人应落 取了水来 三四个客人一起扶着 灌了下去 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一声 吐出一口愁闲来 众人道 好了 扶着立了起来 周晋看着好板 又是一头撞江去 这回不死了 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 你看 这不是疯了吗 好好到贡院来耍 你家又不死了人 为什么这好逃痛 也是的 周晋也不听见 只管扶着好板 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 又哭到二号 三号 满地打滚 哭了又哭 哭得众人心里 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 同行主人 一左一右 架着他的膀子 他那里啃起来 哭了一阵 又是一阵 直哭道口里 吐出鲜血来 众人七手八脚 将他扛抬了出来 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 选他吃了一碗茶 又自作鼻涕 谈眼泪 伤心不止 那中一个客人道 周客人有甚心事 为甚到了这里 这一等大哭起来 却是哭得厉害 金有余道 列位老客有所不知 我这舍旧 本来远不是生意人 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 秀才也不曾做的一个 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 子音这一句 画道着周静的真心事 于是不顾众人 又放声大哭起来 又一个客人道 论这事 只该怪我们金老客 周相公既是斯文人 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 金有余道 也只为赤贫之事 有无管做 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 又一个客人道 看令就这个光景 毕竟胸中财学是好的 因没有人使得他 所以受去到此田地 金有余道 他财学是有的 怎奈时云不济 那客人道 见生也可以进场 周相公既有财学 何不捐他一个肩进场 中了 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 金有余道 我也是这般想 只是那里有这一柱银子 此时周静哭得住了 那客人道 这也不难 现放着我这几个兄弟在此 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 介于周相公那间进场 若中了做官 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 就是周相公不换 我们走江湖的人 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 何况这是好事 你中卫意下如何 众人一起道 君子成人之美 又道 见义不为 世卫无庸 俺们有什么不肯 只不知周相公可肯辅救 周静道 若得如此 便是重生父母 我周静变驴变马 也要报效 爬到地下 就磕了几个头 众人还下里去 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 又吃了几碗茶 周静再不哭了 同众人说说笑笑 回到行李 次日 四位客人果然背了二百两银子 交与金有余 一切多的使费 都是金有余包办 周静又谢了众人 和金有余 行主人替周静杯一杯酒 请了众位 金有余将这银子 上了番库 套出库收来 正值宗师来省录仪 周静就录了个贡金首卷 到了八月初八 日进投场 见了自己哭的所在 不觉喜出望外 自古道 人逢喜事惊深爽 那欺骗文字 做得花团紧簇一般 出了场 仍旧住在行李 金有余同类几个客人 还不曾买完了货 直到发榜那日 威然中了 众人各个欢喜 一起回到问上线 拜贤父母 学师 便是拿碗生帖子上门来喝 问上线的人 不是亲的也来认亲 不相语的也来认相语 忙了个把月 深乡府听见这事 在薛家挤连了份子 买了四只鸡 五十个蛋 和些炒米 欢团之类 亲自上线来喝喜 周静留他吃了酒饭去 寻老爹贺礼 是不消说了 看看上金会师 盘费 衣服 都是金有余 替他设处 到金会师 又中了进士 便在三家 受了部署 仍然三年 生了御史 亲点广东学道 这周学道 虽也请了几个 看文章的相公 却自心里想到 我在这里面吃苦酒了 如今自己当权 需要把卷子 都要细细看过 不可听着木课 许了真才 主意定了 到广州上的人 次日 行乡挂牌 先考了两场生源 第三场是南海 攀与两县童生 周学道坐在堂上 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 也有小的 也有老的 仪表端正的 张头鼠目的 一贯其储的 蓝履破烂的 落后点击一个童生来 面黄肌瘦 花败胡须 头上戴一顶破沾帽 广东虽是地气温暖 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 那童生还穿着麻布之多 动得起起缩缩 接了卷子 下去归号 周学道看在心里 封门进去 出来放头牌的时节 坐在上面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 上来交卷 那衣服因是朽烂了 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 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 飞袍金带 何等辉煌 音翻一翻点名册 问那童生道 你就是范进 范进贵下道 童生就是 学道道 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范进道 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 童生十年五十四岁 学道道 你考过多少回数了 范进道 童生二十岁硬考 道经考过二十余次 学道道 如何总部进学 范进道 总因同生文字荒谬 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商去 周学道道 这也未必尽然 你写出去 卷子带本道细细看 范进磕头下去了 那时天色上早 并无同生交卷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 用心用意看了一遍 心里不惜道 这样的文字 都说的是些什么话 怪不得不进学 丢过一边不看了 又做了一会 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 心里又想到 何不把范进的卷子 再看一遍 堂有一线之名 也可怜他苦致 从头至尾 又看了一遍 觉得有些意思 正要再看看 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 那童生跪下道 求大老爷面试 学道和言道 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 又面试些甚吗 那童生道 童生诗词歌赋都会 求大老爷出题面试 学道变了脸道 当今天子中文章 足下何须讲汉堂 像你做童生的人 只该用心做文章 那些杂篮 学他做什么 况且 本道奉旨到此横稳 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吗 看你这样勿明而不勿实 那正物自然荒废 都是些粗心服气的说话 看不得了 左右的 赶了出去 医生吩咐过了 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人 把那童生插着脖子 一路跟头插到大门外 周学道虽然赶得出去 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 那童生叫做魏豪谷 文字也还清通 学道道 把他滴滴地进了学霸 因取过笔来 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 做个继任 又取过梵进卷子来看 看吧 不觉叹息道 这样文字 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 直到三遍之后 才晓得是天地间知之文 真乃一字一株 可见世上糊涂是官 不知取杀了多少英才 盲取笔细细圈点 卷面上架了三圈 集填了第一名 又把魏豪谷的卷子取过来 填了第二十名 将各卷会旗带了进去 发出案来 饭尽是第一 夜间那日 着实赞扬了一回 点到二十名 魏豪谷上去 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 修学杂篮的话 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骑马 饭尽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 叫钱打工 周学道又叫到跟前 说道 龙头属老成 本道看你的文字 火候到了 急在此刻一定发达 我赴命之后 在经砖后 饭尽又磕头谢了 起来立着 学道轿子 以拥而去 饭尽立着 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 看不见了 方才回到下处 谢了房主人 他家离城 还有四十五里路 连夜回来 拜见母亲 家里住着一间草屋 一煞披子 门外是个茅草棚 正屋是母亲住着 妻子住在披房里 他妻子乃是 急上糊涂户的女儿 饭尽进学回家 母亲 妻子 聚个欢喜 正带烧锅做饭 只见他丈人糊涂糊 手里拿着一副大肠 和一瓶酒 走了进来 饭尽向他坐一 坐下 糊涂糊道 我自道运 把个女儿嫁于 你这县世宝穷鬼 历年以来 不知累了我多少 如今不知因我 积了什么德 带起你中了个相公 我所以带个酒来喝你 饭尽微微连声 叫魂家把肠子煮了 烫起酒来 在茅草棚下坐着 母亲自和媳妇 在厨下造饭 糊涂糊又吩咐女婿道 你如今记中的相公 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 比如 我这行事里 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 又是你的长亲 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 若是家门口这些坐田的 八分的 不过是平头百姓 你若同他拱手坐一 平起平坐 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 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你是个烂中厚没用的人 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 免得惹人笑话 饭尽道 岳父见教的事 糊涂糊又道 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 老人家每日小菜饭 想也难过 我女孩也吃些 自从进了你家门 这十几年 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礼 可怜 可怜 说吧 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 吃到日夕时分 糊涂糊吃得熏熏的 这里母子两个 千恩万谢 徒虎横披了衣服 舔着肚子去了 次日 饭尽少不得 白白相顶 为豪骨又约了一般同岸的朋友 彼此来往 殷氏相识年 做了几个文会 不觉到了六月进监 这些同岸的人 约饭尽去相识 饭尽因没有盘费 走去同掌人商议 被糊涂糊一口催在脸上 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 不要失了你的食了 你自己只觉得 中了一个相公 就癞哈玛想 吃起天鹅肉来 我听见人说 就是忠相公食 也不是你的文章 还是宗师看见你老 不过意 舍于你的 如今痴心就像种些老爷来 这些忠老爷的 都是天上的文取星 你不看见城里章府上那些老爷 都有万贯家私 一个个方便大耳 像你这尖嘴猴腮 也该撒抛尿 自己照照 不三不四 就像天鹅屁吃 趁早收了这心 明年在我们行事里 替你寻一个馆 每年寻几两银子 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 和你老婆是正经 你问我接盘产 我一天杀一个猪 还赚不得钱把银子 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 叫我一家老小科西北风 一顿加七加八 骂得饭尽摸门不着 辞了丈人回来 自信理想 宗师说我火候已到 自古无常外的举人 如不进去考他一考 如何甘心 因向几个同案商议 瞒着丈人 到城里相识 出了场 即便回家 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 被糊涂糊知道 又骂了一顿 到出榜那日 家里没有早饭米 母亲吩咐范靖道 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 你快拿鸡上去卖了 买几生米来煮餐粥吃 我已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 范靖慌忙抱了鸡 走出门去 才去不到两个时候 只听得一片声的啰响 三匹马闯将来 那三个人下了马 把马拴在茅草棚上 一片声叫道 快请范老爷出来 恭喜高中了 母亲不知是甚是 吓得躲在屋里 听见中了 方敢伸出头来说道 诸位请坐 小儿方才出去了 那些暴露人道 原来是老太太 大家簇拥着要洗钱 正在吵闹 又是几匹马 二豹 三豹到了 挤了一屋的人 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 邻居都来了 挤着看 老太太没奈何 指得殃及一个邻居 去寻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极上 一地里寻不见 只寻到极东头 见范靖抱着鸡 手里插个草镖 一步一夺的 东张西望 在那里寻人买 邻居道 范相公 快些回去 你恭喜中了举人 暴喜人挤了一屋里 范靖道是哄他 只装不听见 低着头 往前走 邻居见他不理 走上来 就要夺他手里的鸡 范靖道 你夺我的鸡怎的 你又不买 邻居道 你中了举了 叫你家去打发豹子里 范靖道 告脸 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 要卖这鸡去救命 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 我又不同你玩 你自回去罢 莫误了我卖鸡 邻居见他不信 劈手把鸡夺了 灌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 暴露人见了道 好了 新贵人回来了 正要拥着他说话 范靖三两步走进屋里来 见中间爆铁已经升挂起来 上写道 捷报贵妇老爷 范晖进高中 广东乡市第七名亚园 经报连登皇家 范靖不看便罢 看了一遍 又念一遍 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 笑了一声道 一 好了 我中了 说着 往后一跤跌倒 牙关咬紧 不幸人事 老太太慌了 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 他爬僵起来 又拍着手大笑道 一 好 我中了 笑着 不由分说 就往门外飞跑 把暴露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 走出大门不多路 一脚踹在堂里 正起来 头发都跌散了 两手黄泥 淋淋淋淋一身的水 众人拉他不住 拍着笑着 一直走到急上去了 众人大眼望小眼 一祈祷 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老太太哭道 怎生这样苦命的事 中了一个什么举人 就得了这个捉病 这一疯了 几时才得好 娘子忽视道 早上好好出去 怎地就得了这样的病 却是如何是好 众邻居劝道 老太太不要心慌 我们儿今且派两个人 跟定了范老爷 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 蛋 酒 米 却管带了豹子上的老爹们 在位商桌 当下众邻居 有拿鸡蛋来的 有拿白酒来的 也有背了斗米来的 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娘子哭哭啼啼 在厨下收拾齐了 拿在草棚下 邻居又搬些桌凳 请暴露的坐着吃酒 商议 他这风了 如何是好 暴露的内中有一个人道 在下倒有一个主意 不知可以行的行不得 众人问 如何主意 那人道 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 他只因欢喜狠了 谭涌上来 迷了心窍 如今只削他怕的这个人 来打他一个嘴巴 说 这暴露的话都是哄你 你并不曾忠 他吃这一下 把谭吐了出来 就明白了 众人都拍手道 这个主意好得紧 妙得紧 范老爷怕的 莫过于入案子上 胡老爹 好了 快寻胡老爹来 他想是还不知道 在集上卖肉里 又一个人道 在集上卖肉 他倒好知道了 他从五根谷 就往东头集上营猪 还不曾回来 快些迎着去寻他 一个人飞奔去营 走到半路 与着糊涂糊来 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 提着七八筋肉 四五千钱 挣来喝喜 进门见了老太太 老太太哭着 告诉了一番 糊涂糊诧一道 难道这一等没服 外边人一片生请 胡老爹说话 糊涂糊把肉和前娇 与女儿走了出来 众人如此这般 同他商议 糊涂糊做难道 虽然是我女婿 如今却做了老爷 就是天上的星宿 天上的星宿 是打不得的 我听得斋公们说 打了天上的星宿 阎王就要拿去 打一百铁棍 发在十八层地狱 永不得翻身 我却是不敢 做这样的事 邻居那一个 尖酸人说道 爸妈 胡老爹 你每日杀猪的营上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阎王也不知 叫判官在布子上 系了你几千条铁棍 就是天上这一百棍 也打什么要紧 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 也算不到这笔账上来 或者你救好了 女婿的病 阎王许公 从地狱里 把你踢上第十七层来 也不可知 暴露的人道 不要直观讲笑话 胡老爹 这个事须是这般 你没奈何 全便一全便 屠户被众人拘不过 指得连针两碗酒喝了 壮一壮胆 把方才这些小型收起 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 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 走上集去 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 老太太赶出来教导 亲家 你这可吓他一下 却不要把他打伤了 众邻居道 这自然 何笑吩咐 说着 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 见范静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 散着头发 满脸污泥 鞋都跑掉 李芝 物字拍着掌 口里叫道 中了 中了 糊涂虎凶神般走到跟前 说道 该死的畜生 你中了什么 一个嘴巴打僵去 众人和邻居见着模样 忍不住地笑 不想 糊涂虎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 心里到底还是怕的 那时候早颤起来 不敢打到第二下 范静音这一个嘴巴 却也打晕了 昏倒于地 众邻居一起上前 替他抹胸口 垂背心 五了半日 渐渐喘息过来 眼睛明亮 不疯了 众人扶起 戒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 跳驼子 板凳上坐着 糊涂虎站在一边 不觉那只手隐隐地疼僵起来 自己看时 把个巴掌养着 再也挽不过来 自己心里懊恼道 果然天上闻取星是打不得的 而金菩萨计较起来了 想一想 更疼得很了 连忙问郎中 讨了个膏要贴着 范静看了众人 说道 我怎么坐在这里 又道 我这半日 昏昏沉沉 如在梦里一般 众邻居道 老爷 恭喜高中了 是才欢喜的 有些引动了谈 方才吐出几口谈来 好了 快请回家 去打发暴露人 范静说道 是了 我也记得 市中的第七名 范静一面 自挽了头发 一面问郎中 借了一盆水洗洗脸 一个邻居 早把那一只鞋 寻了来 替他穿上 见证人在跟前 恐怕又要来嘛 糊涂糊上前道 贤虚老爷 方才不是我敢大胆 是你老太太的主意 让我来劝你的 邻居那一个人道 胡老爹 方才这个嘴巴 打得亲切 少请范老爷洗脸 还要洗下 半盆猪油来 又一个道 老爹 你这守明日杀不得猪了 糊涂糊倒 我那里还杀猪 有我这贤婿 还把后半事 靠不着也怎的 我每常说 我的这个贤婿 才学又高 品貌又好 就是城里头那张府 周府这些老爷 也没有我女婿 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你们不知道 得罪你们说 我小老这一双眼睛 却是认得人的 想着先年 我小女在家里 长到三十多岁 多少有钱的富户 要和我结亲 我自己觉得 女儿像有些福气的 毕竟要嫁与个老爷 今日果然不错 说吧 哈哈大笑 众人都笑起来 看着范金洗了脸 郎中又拿茶来吃了 一同回家 范举人先走 图户和邻居跟在后面 图户见女婿衣裳后 金滚皱了许多 一路低着头 替她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 图户高声叫道 老爷回府了 老太太迎着出来 见儿子不疯 喜从天降 众人问暴露的 已是家里把图户送来的几千钱 打发他们去了 范金拜了母亲 腹败谢账人 胡图户再三不安道 些许几个钱 不够你赏人 范金又谢了邻居 正在坐下 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 手里拿着一个大红拳铁飞跑了进来 张老爷来拜心中的范老爷 说必 教子已是到了门口 糊涂糊忙 躲进女儿房里 不敢出来 邻居各自散了 范金迎了出去 直见那张香伸下了叫进来 头戴纱帽 身穿葵花色圆领 金带 造靴 他是举人出身 坐过一任支县的 别好敬斋 同范金让了进来 到唐屋内 平磕了头 分兵主坐下 张香伸先攀谈道 是先生同在丧子 一向有识亲近 范金道 晚生九阳老先生 只是无缘 不曾拜会 张香伸道 是才看见提名录 贵房师高邀县汤公 就是先祖的门生 我和你是亲切的师弟兄 范金道 晚生侥幸 时时有愧 确幸得出老先生门下 可为欣喜 张香伸四面 将眼睛望了一望 说道 石先生果实清贫 随在根的家人手里 拿过一封银子来 说道 地却也无以为敬 仅具贺一五十两 石先生全且收着 这花居 其实住不得 将来当时败往 据于不慎 贬 地有空房一所 就在东门大街上 三进三间 虽不宣长 也还干净 就宋于是先生 搬到那里去住 早晚也好请教谢 范金再三推辞 张香伸急了 道 你我年一世好 就如至亲骨肉一般 若要如此 就是见外了 范金方才把银子收下 做一谢了 又说离会 打工作别 虎屠虎只等他上了轿 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金即将这银子 交与魂家打开看 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钉子 即便包了两钉 叫虎屠虎进来 递与他道 方才费老爹的心 拿了五千钱来 这六两多银子 老爹拿了去 屠虎把银子 攥在手里紧紧地 把拳头输过来 道 这个你且收着 我原是贺你的 怎好又拿了回去 范金道 眼见的我这里 还有这几两银子 若用完了 再来问老爹讨来用 屠虎连忙把拳头 缩了回去 往腰里揣 口里说道 也罢 你而今相遇了 这个张老爷 何愁没有银子用 他家里的银子 说起来比皇帝家 还多些礼 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 一年就是无事 肉也要用四五千金 银子合足为奇 又转回头来 望着女儿说道 我早上拿了钱来 你那该死行温的兄弟 还不肯 我说 姑老爷今非昔比 少不得有人 把银子送上门来 给他用 只怕姑老爷还不稀罕 今日果不其然 如今拿了银子家 去骂着死砍头 短命的奴才 说离会 千恩万谢 低着头 笑迷你的去了 自此以后 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 有人送店房的 还有那些破落户 两口子来投身为 葡萄硬币的 到两三个月 犯进家奴仆 丫鬟都有了 钱 你是不消说了 张相身家 又来催着搬家 搬到新房子里 唱戏 白酒 请客 一连三日 到第四日上 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 走到第三进房子内 见饭金的娘子胡适 家常呆着银丝 记 此时是十月中旬 天气上暖 穿着天青断套 官绿的断裙 都帅着家人 媳妇 丫鬟 洗碗盏 盏住 老太太看了 说道 你们嫂嫂 姑娘们要仔细些 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 不要弄坏了 家人媳妇道 老太太 那里是别人的 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 我家怎地有这些东西 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 怎么不是 其但这个东西是 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 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 把细思婉展和银像的背盘逐渐 看了一遍 哈哈大笑道 这都是我的了 大笑一声 往后便跌倒 忽然谭涌上来 不省人事 只因这一番 有份交 会视举人 便做秋风之客 多事共生 常为兴奋之人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